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海 新加坡海峡 玛丽加海峡 抵达巴基斯坦 卡拉齐港 参加班在这里举行的联合军演后 是向亚丁湾索巴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期间停靠阿曼的萨拉拉港和非洲的吉布提港 执行完护航任务之后 护航编队先往卡塔尔的多哈以及泰国的苏陶一港进行友好访问 最后经历三样于2011年8月28日返回舟山满头 军事进士记者邓光辉全程跟随拍摄189天的护航行程 为您真实呈现中国海军冠军的护航生活 2011年4月11日 温州舰正在护送第316匹的7艘商船 经过亚丁湾索巴里海域 一艘可疑小船突然出现在平静的海面上 而小船的航行方向正是我海军护航的商船编队 今年的三四月份 亚丁湾海域海面风平浪静 正是索巴里海盗活动较为猖獗的时期 所以这段时间海面上出现的任何可疑小艇 都会引起护航海军官兵在高度关注 根据我们观察 觉得这艘船可能不是海盗船 但是我们不能够放松 不能够就说觉得它不像海盗船 就把它放过去 一旦放过去了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万一这是隐藏的很深的一个海盗船 到时候它对商船发起攻击 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就必须得先把它拦下来 商船安全通过了以后 这个小船它愿意干嘛干嘛 愿意去哪去哪 然而就当可以小船停下来没多久 它就调转船头 试图再次从温州舰舰尾横插边队 两推 打了信号弹以后 就紧接着打那个爆震弹 爆震弹的威力是比信号弹要更强的 爆震弹打出去会炸 对那个小船的威胁力更强 小船发现你这个攻击在加强 它就会停止它的行为 如果它不停止我们会继续 要打吗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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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对 放一点 两把爆震弹打出去之后 小船终于停止了靠近商船编队的行为 依此潜在的危险被消除了 因为我们海军护航编队 执行这个护航任务 是护航 只要这个小船对商船不发生危险 我们不会主动攻击它 因为我们只要保护商船的安全就行了 但是万一这个小船有危险呢 所以说我们原则就是 宁可错拦 绝不放过 这天上午8点30分 温州舰的舰弹直升机突然起飞 不停地在综合部级舰千岛不慎上空盘旋 五分钟后 一架云雀型直升机也出现在了部级舰的上空 这并不是中国海军护航编队的直升机 温州舰不停地用英语 以及苏玛丽当地语言播放警告五婆 原来这是正在亚农班苏玛丽海域 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巴两国海军护航舰艇 在举行一次反海道联合演习 参演的巴基斯坦哈伊巴尔舰 当时参加美国主导的第151特混编队 在亚冰湾苏玛丽海域执行反海道任务 我当时在千岛湖舰上 根据计划安排千岛湖舰 咋办被海道劫舰的商场 所有的军舰 他们按照整个武力营救的步骤 营救我们千岛湖舰 上午9点 温州舰两艘快艇 各达成7名客栈队员 快速驶向千岛湖舰 巴方一艘快艇 达成数名客栈队员 也迅速感知千岛湖舰右前攀伐 最后 中国海军数名客栈队员 从空中快速滑向至千岛湖舰 与此同时 中巴三艘快艇围绕千岛湖舰 自己掩护特战队员行动 第一组 第一组 登林被解商船后 巴基斯坦特战队员和中国特战队员 分别进行了搜索演示 在这一过程中 双方特战队员都在认真地进行互相观摩 因为他看到我这个摄像机在拍摄 巴基斯坦的特战队员 他觉得还挺自豪的 然后那时刻就觉得 我们的巴基斯坦的朋友 一个是友好 一个是很可爱 经过两个多小时演练结束 演习增进了双方特战队员的互相学习 因为今后联合解救贝杰驰商船 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海上执行了近一个月的护航任务之后 温州舰迎来了停靠阿曼的萨拉拉港 估计休整的日子 距离官兵离开祖国已经快两个月了 两个月里这是第二次靠岛 官兵们在海上执行近一个月的护航任务 终于可以有片刻的休整时间了 阿曼全称为阿曼苏丹国 是阿拉伯半岛最古老的国家之一 随着这几年各国护航船只的靠岛扶起 大喇叭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嗨房 也逐渐热闹了起来 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港口停靠着多艘其他国家修整补给的舰船 在温州线附件上执美人带领下 很多护航官兵来到了意大利的军舰上串门学习 参观完意大利军舰 闻来的军舰也向中国海军官兵们敞开了打门 相互串门期间 年轻军官大多能用英语与外军自由交流 这也是得益于中国海军这几年海外执行任务的增多 官兵们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靠港第二天 英国测量团的船员和我们海军官兵相约 进行一场足球比赛 随着海军执行护航任务逐渐进入常态化 军舰上爱踢球的官兵也组成了一个足球队 在港口不远处的足球场 中英两国海军官兵的足球比赛 让这些长期在海上漂泊的军人 又来片刻的皇冠 在萨拉拉港口有一个海员俱乐部 这是靠港的海员和舰体官兵 都是很光顾的一个地点 我就发现它那个海员俱乐部里边 墙上就挂了很多国家的国旗 然后我就找 突然间发现我们的五星红旗也在那个地方有 还有我们军舰的舰辉舰帽在它那个地方都有 就是所有其他国家靠港的人到这个俱乐部都会发现中国的这个痕迹在这个地方 有我们的国旗 有我们的军舰到过这个地方 它也是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 自从2008年12月26日中国海军护航以来 已经有很多批的官兵到阿曼萨拉拉靠港休门 同时也带来了中国人的友谊 相比漫长的护航生活 靠港是短暂的 战舰缓缓驶离港口 离开了萨拉拉港 我们又开始了漫长的海上漂泊 这天清晨 海军第八批护航编队正护送着第322批东行船舶 向亚里湾东部海域航行 此时护航官兵们正在甲板上坐着早操 而温州舰驾驶势力突然情况异常起来 跟我住在一起的他什么干事 突然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我就觉得可能真的有很严重的情况 然后整个价值别的人 每个人都在紧张来逛 可能是他在这个情况当中 不想让我再多打扰他 经过记者的多方打探 原来是有一艘中国商船 在印度洋东部海域遭遇海陆袭击 根据海图室标示的事发位置显示 我们所在的海军温州舰 距离那里有一千多海力 如果赶过去需要三天时间 驾驶室里指挥人韩晓普 已经没头紧索 其实从问我们变方有没有变 尤其是从现在他商船打我们的军事 你告诉他吧 下面那个是有 他有一个他离开江湿了 他不一定有啊 不一定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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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一打了 心脏撞掉了 我们跟我们合作 从前这些仓师进去 对 我们九点钟的时候 九点过几分的时候 问到船长问了一下 在那个富城河安全舱 这个能够继续持 什么传动公司 正常说的 尽量感觉是为了传动公司 富城沦为中远香港分公司 注册为巴拿马基的商船 清晨六十二十分左右 遭到两艘海盗船袭击 当时船上有二十四名 中国籍船员 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现在我们编队五辆五舰 八八六舰 正在赶放四八海域 需要最早的时间 需要四十三个小时 因为我们距离比较远 当时事发的时候 我们编队只会说 比这个四八海域 距离达到一千二百八十海域 所以需要五十七个小时 所以我们的时间才能赶到 所以我们也系统了 请问我们在阿拉伯海域 巡逻的北约零八编队 美蒙151编队 这些以及印度的海军舰艇 和印度的海军飞机 全力系统 我们的上船被海盗袭击 被海盗劫持的那个位置 距离我们的航航编队 非常的远 一千两百个海里 就是两千公里 我们的军舰开过去 要三天时间 那怎么办 所有人都很着急 基于编队前期 与各国护航海军建立的联系 编队指挥所 将海上护航的各国军事力量 发出协助救援请求 希望其他国家护航军舰 能够尽快赶赴事发海域 救助赴长沦 目前的状况就是 北游508编列的接地松号护航舰 相距还有130海米 最早的是160海米 现在还有130海米 它准备着一个半小时以后 我们请求它 这个建在这些最大的航程 已经起飞 对海盗设施为首 同时印度的巡逻机 也发现 并且在事发的 这个护船上空 被盘选 同时印度的巡逻机 已经与海盗区的联系 警告海盗不要伤害人质 警告海盗要赶紧撤离 这个护船 各国海军参加护航 一个共同的目的 就是确保每一艘 沦网商船 不受到海盗的威胁 借到中国护航编队 发出的通报后 美国 英国 意大利 印度等国的反海道力量 也从四面八方 积极投入到了救援型的工作 其实在亚丁湾 这个海域的护航 已经是各国的海军 与各国的护航力量 就是相互合作的一个事情 你在这片海域 你不可能 你一艘军舰两艘军舰 能够保障这个海域的安全 大家都在护航 护航的过程中 互相之间就有了一个 互通 不光是信息的互通 同时也是一种合作 我们在亚丁湾护航的时候 与各国的护航力量 海军官兵 都有一些交流 就建立了这种联系 就成了一个共同的 维护一个共同的利益 护船轮已经被截止三个多小时了 距离他们最后一次联系 已经过去一次行驶了 现在给护船轮联系 你现在不要随便擦 我们这给他联系 他们情况 导致通报给你 其他机器 现在他的情况是 这里面已经待不动了 通风了 就关掉了 还为了营业 就关掉了 前一次与护船轮船长通报了之 躲在安全舱里的护船轮船员 情绪已经开始不太稳定 船上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 没有人知道 我们都在为护船轮上的同胞揪心 我到过一些商船 也去看过一些商船的安全舱 我了解里边的一些情况 安全舱一般都在 一个比较隐蔽的位置 同时里边的空间也相对狭小 而且密闭的空间 就是待在那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时间长的话 肯定是里边人的情绪会有变化 就在大家为船员们揪心的时候 傅成轮船长突然打来电话 庞船长 我知道 现在大概一个半小时以后 土耳其机内送号直升机马上就临空了 现在印度的飞机得上空 印度的军舰也得赶过来 我们跟北约的编队和美门的编队都已经联系上了 我们中国海军两艘军舰已经高速过来 你还是要坚持 你关于风机的问题 你能不开 现在就不要开 大家坚持一下 你们讲讲笑话 轻松一下 心里轻松一下 船长 你的精神很重要 你一定要坚持住 船长 有什么困难 船长 你这样 好的 好的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 帮助 你现在精神要重要 你的精神代表能够被全船 支撑作用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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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躲在安全舱里的船长 用随身携带的微信电话 带来电话 请求海军快速救援 几个小时 躲在密闭的安全舱内 船员的情绪 开始焦躁起来 爸爸雷毫没有 有 有有有 先爸爸雷收到救援 好 这个 自从近早点 无聊到的 没有早点 虽然护航编队的军舰 还在高速赶往 释发海域 但是 指挥员对他们的救援行动 安排工作 已经开始进行 护航编队距离释发海域 最近的综合部级舰 千岛部舰 由于没有配备舰带直升机 为了尽快到达 释发海域 编队制定了 配属 马鞍山舰的直升机 通过接力方式 计划 以最大航程 起飞 赶往 赴同轮的 营救计划 虽然 指挥员当时 制定了一个 比较 科学的一个 营救方案 但是 据我了解 最少也得 一天以后 我们的飞机 才够最大的航程 起飞 赶到那个 事发地点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得依靠 其他国家那些救援力 因为他们离得更近 能够最早 更快地到那个地方 根据从各个方面 搜紧的更新情况 官队们分析 眼看多国海军解救 海盗可能已经 撤离上船 从指挥员的表情中 我们能感觉到 一丝清索 但是船员都躲在 安全船里 没有出来 谁也不能够判断 到底海盗有没有 不能够下这个决论 温州舰上的广播里 突然传出 指挥员韩晓虎的声音 托尔齐的 建立15号 也是第一次舰 赶图 现在是托尔齐的 这首舰 就是我们靠阿曼期间 我们是靠二十四驱 这首舰是靠三十三驱 我们的舰长 已经保护过 建立托尔的舰长 所以结果了 两二十过一期 所以今天 能够提供 资源 因为说 我们海盗的 整个人员 要经过一起 走到达 印度洋海军 我们需要得到 广泛的 这个 支持 各国海军的协助 以及各国军事 那样的 这个 信息通报 第一时间的命令 自制 这些都非常重要 我们已经 现在 发生了效果 海军 執行第八批 护航任务期间 与同在这一海域 护航的 其他国家海军 进行了充分的护航 建立了 反海盗信息共享的 合作关系 同时 我国海军 护航编队 也与其他国家的 护航军舰 建立了良好的联系 这些交往 都为此次 护航编队 能够联系 各国海军 联合救援 傅承轮 奠定了基础 下午十七点 土耳其 吉雷松号 护航舰的 特战队员 打开了 傅承轮的安全套 二十四名船员 全部安然无恙 惊险的一天过去了 所有人的心 都安定下来 潜出救援的 马鞍山舰 和千岛湖舰 也开始返回 亚丁湾 护航海域 护航还在继续 接下来的日子里 海军官兵 将在非洲东北部的 吉布提靠岗休长 在后面两个月的护航中 还会有什么 非凡经历 结束护航之后 编队官兵 将踏上 友好访问之路 踏上归途的 护航官兵 会有什么样的 家国情怀 请明天继续收看 波兰军事记者 护航口述时务 第五集 十万公里航程 一百八十九天直勤 五国港口停靠 两个国家访问 一次联合军演 速度直面寒到 军事纪事记者 全程伴随 第八批护航编队 详识记录 海军官兵 风口浪尖上的 战斗力 纪念中国海军 亚军班护航三周年 军事记者特别奉献 五级系列片 波兰 军事记者 护航口述时务 下期播出 第五集